还记得我刚由搏击转到练国术 站了一年三体后 开始练单操 只批崩二拳 按照师父所说 日日苦练 始终不得要领 机缘巧合 一次出差 在一公园 见到一老者 虚发戒白身子硬朗 五行单操打出来 那叫一个身价顺畅 尽力通透 于是斗胆在老者练完后 上前请教 例行盘道之后 老者让我站了三体 练了一趟批崩二拳 老者对我评价是 你架子很整 灵动不足 所以无法把尽力打出去 于是我进一步请老者解惑 老者只说四字 拖肩 走跨 之后拱手离开 只留我一人公园继续困惑 哭想一晚还是没有所谓 也许是我天资不足吧 四人一早再去公园 老者果然还在 见我再来请教 也许是被我诚心所感 给我拆解讲了这个拖肩走跨 先说这走跨 老者说 那家全宴所说的很多族 这个字 其实说的是跨 跨为核心 腿脚只不过是 传动的一个工具而已 比如消息 全屏后足灯 这里的族就是跨 很多那家前辈 平日练功 就是一个走 其实就是练得走 老者也给我传授了 行装要领 日后再有机会 麻雀会在博书馆 为大家分享 老者公园找了一个高石台 让我坐上去 之后说 就这样 走路吧 用屁股走 不要去考虑腿脚 感受了五六分钟之后 让我下来 用刚才锁路再次走路 之后 用刺法走路锁路 再次打屁绷而去 麻雀在那一刻 瞬间领悟了抽胯 与催胯的真正所知 读者也可以在自家窗台 如此感受 应该也可以有所感悟 走胯说完了 老者给麻雀讲了脱肩 与走胯目的相同 全其实就是肩 每次是用肩在打人 手臂也不过是肩膀 用来打人的工具而已 在这里老者开玩笑地说 一在肩之后 可以把手臂想象成一个 随时可发射出去的导弹 用肩膀发射 每次恨不得把手臂发射出去 来打击对手 这样的劲才可透 所以脱肩也可以说是 手臂的脱肩 一个走胯 一个脱肩 在三体基本功架子 整的前提下单操去领悟 自然明白了 肩与跨合的道理 之后的几年 用锁路来练拳 功力有了些许精进 可惜之后再没机会去拿 也不知老者现在可好 授业解惑即为师 弟子不忘老者授业解惑之恩 所以过去多年 金信德国术馆平台所邀 把所得与大家共享 望中华国术重振天下 也希望大家 关注国术讲武堂 一起来学习 传承中国传统武术 物是前辈之仪 真是于我手 物是国术之精神 止于我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